这个苗栗地检署呢 曾杰起诉了这个现金汇选案 主要是在这一次九合一大选期间呢 这个是苗栗县长当选人 钟东景他的装脚 他的装脚呢 这个涉及现金买票 那所以对这个钟东景等四个人 提起了当选无效的民事诉讼 也就是他的装脚 还有这个主委进办的主委买票 结果来定钟东景的罪 有这个感觉嘛 就对他提起了当选无效之诉 钟景的办公室呢 发声明说强烈质疑这是政治迫害 故意入人于罪 钟景就向高宏案案遭到政治追杀 将为请律师证明检方滥权 以及为特定的政党服务 并向监察院检举 那钟景有开记者会 他说在竞选期间呢 他已经签署了 清联参政的连诉书 关于大互相这名陈主委 他只知道有这个人啊 他根本不认识啊 其他两位装脚呢 也不认识 也没有联系的管道 好 那再过几天就要就职了 就四天之后嘛 会秉持清联执政的信念 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影响 那即将要出任奖 万安文化局长的蔡世平书 他觉得这个检调太急着 提当选无效诉讼了 好 当然急啊 兵哥 这个如果要说敢进杀绝 这是敢在1225就职之前 你要想想看 新竹那边人家已经办了多快 不是那个台北地点署啊 就是办新竹那个案的 高宏安的事情 已经办了多快 那输人不输政啊 我们怎么可以比人家慢 到时候要拍马屁 自己也要抢在人家前面拍啊 人家已经抢在前头去了 你不赶快迎头赶上 所以他会做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就是要这样去搞 可是问题是 他们认为自己在拍马屁 可是民众看的是什么 你们在政治追杀 是这样看嘛 当然是正常嘛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正常起诉不会这么快嘛 因为你知道孤岸不利 不管是科学研究 考古研究或是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 因为他的这么多人 你只抓到其中一个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 当事人还是否认的哦 就是被你抓到的当事人 本身都是否认的哦 那你因为这样 就直接去起诉中东井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太过草率 检察官是不是正常的检察官 应该是不是要收集 更多证据再去做 那你在赶着这么急的起诉 抱歉 很容易就让人家产生 直接联想 你就在做政治追杀 其实民进党也知道 你要靠这些东西 去把高宏安中东井 让他们没有办法就任 让他们没有办法当市长县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告诉大家 其实他要散布一个观念 你得罪了我民进党 你就会鸡犬不宁 其实这个观念跟谁一样 你知道跟四叉猫一样 那个护理师不是得罪了四叉猫 四叉猫马上就说 反正我就一定要检举到你 检举到你离职 检举到你工作失掉 其实民进党就跟四叉猫想法 一模一样啊 就是你今天把我的位置抢走了 对不对 没关系 我就跟你耗到底 想尽办法弄你 我一定要弄到你家破人亡 弄到你做不下去为止 就是这样子啊 民进党的心态就是这样啊 然后他也不怕你知道 像四叉猫不怕你知道啊 因为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就是这样一个烂人 我就是这种烂咖 那民进党也就要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烂的一个党 怎么样 但是你得罪我你就会怕 你知道这个会产生什么效应 以后所有人都知道 牵涉到民进党的事情 大家不能随便乱讲 嗯 含残效应嘛 对 不能随便乱碰 碰了就会出事 碰了他就会跟你追杀到底 那我们这种烂命条无所谓 你要知道一般的民众 哇听到要打官司啊 可能会被民进党弄啊 他本身是执政党 我哪敢得罪他啊 算了还是不要讲话 稍讲话好了 他就是要获得这样一个效应 然后再加上 接下来他要狂推的 变形的 化整为零的数位中介服务法 铺天盖地 网络而言论也把你遮蔽掉 司法上又说我掌握 那这样子就OK了 2022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 近平刚刚讲的 大家要注意也就是 最近不是有个民调显示 国民党好像从2019年以来 第一次民意制度又超过民进党 虽然只有超过1% 一点点而已 但是还是超过 可是问题是 请大家注意 民进党你烂到这个样子了 国民党不够才赢他那么一咩咩咩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不够 所以那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位民调 而且亮哥说愿在里面 民众党没有纳入 所以你如果用其他方式做民调 搞不好国民党还输哦 其实韩明哥讲的没错 对啊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当国民党还没有办法 找回民众的信心的时候 你跟我谈2024都已经还太远 更何况我们都现在看到的是 民进党在内乱在内斗 你看连苦林都跳出来 哇狂烈12条 16条 16大最壮 苦林哥你选前你死到哪去 你怎么都不讲 你都知道16条这么大的 你选前怎么不讲呢 你救一救民进党也好啊 你怎么不救呢 甄贬一下他啊 为什么都不敢 等到选后你突然一下 就可以练16条了 我跟你讲16条太少 我可以练360条了 我每天练一条好不好 那个都没意义的东西嘛 装这种东西都没意义的 重点是 现在大家看到民进党在乱 可是国民党搞不好要开始乱了 其实前两天 还没开始而已 对啊前两天 废宏泰跟徐晓鑫之间 已经开始针锋相对了 对不对 然后国民党也要确立他的总统候选人啊 等到他要确立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会不会又像2019年那样再乱一次 再加上郭董可能要出来啊 希望不要 所以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谁当选都不重要 对我来讲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不要让民进党这个诈骗集团 再当选了拜托大家 所以奇怪谁当选 柯文哲也好 郭台铭也好 谁都好 甚至什么日本人法国人来都好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不要让民进党人再当选 我真的受不了民进党这群垃圾 可是平哥你看啦 他们对中中景提出的这个当选无效之数 就是有办法搞掉他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说真的我刚刚已经讲孤正不利 而且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就算是真的会选好了 会选的人都没那么笨的 现在是什么时代人家都会设断点 只要被抓到那个人他不要咬出中东井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责 你能够怎么样 你能够抓到其他证据吗 没有 你过去你太多这种案例了 老实讲其实这次选举被起诉 这个什么会选一大堆人 只不过送了快赛也被起诉会选 一大堆 那些我跟你讲 十只八角到最后都不会成立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动作 他只是要加深你说中东井就是黑 他是靠贪污才当选的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四年之后他下游要为四年之后着想 而且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有机会弄你就会弄你 民进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永远会咬死你 我就像那只臭乌龟 我永远就咬在你身上 我看你怎么办 民进党最令人厌恶的就是这个地方 对我要来看一下 这是中天在过去评论政策 我们被NCC连罚了三次 那法官最后认为 因为我们有合理查证 所以全数撤销 三个案子全数撤销 我们免罚160万 第一个案子呢是在19年的时候 新闻主标评论了2014年 陈菊担任高雄市长的时候 爆发了登革热疫情很严重 NCC认为是偏颇讯息才罚60万 好那2019年7月1号 那新闻主标凭蔡政府登革热防治一国两制 中央不照顾高雄人民 比不过印尼和越南NCC 已不完整偏颇讯息诱罚我们60万 好那另外呢是这个大政治大爆挂的政论节目 节目中来宾谢寒斌批评陈吉仲 是有史以来最不适任的农委会主委 好那里面还有提到 还有提到什么很无耻什么之类的用字 然后被NCC认为谩骂行政机关首长 未经事实查证 裁罚了40万元 结果北高行政法院说 根据中天提的证据资料 节目中三则新闻有相当理由 可信为真实 中天并没有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NCC不查却认为 中天违反事实查证原则裁罚 其解释法律以及适用法律 极有错误判决撤销 我当然要好好来请问一下兵哥 这等于是法院认证好不好 法院认证我们中间讲的是事实 包括了兵哥有提到 陈吉仲不试任 非常的无耻 到处被打脸 这都算有查证吗 没错嘛 因为其实为了这件事情 北高行有叫我去出庭 对叫我去作证 那第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我骂陈吉仲无耻 骂他不试任 告我的应该是陈吉仲啊 对 为什么是为什么是NCC去罚中天 这不是很奇怪吗 NCC也没有问过我啊 NCC再来讲NCC你要裁罚中天之前 你是不是也应该来问我为什么要说 陈吉仲无耻 我的证据是什么 或是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为什么说陈吉仲无耻 是我那个时候 我其实这几年已经讲过他不知道多少变无耻 所以我刚才重新回去看一下 我到底为什么说他无耻 然后我是那个时候说他无耻 是因为你自己说要跟林冲贤同进退 结果你把林冲贤送出去之后 你屁股就粘在椅子上再也不走了 你在那边已经三年多了 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无耻 以我们台湾正常社会善良风俗标准来讲 这种人是不是就是无耻之徒 是不是就是这样 所以我讲到底有什么错误 那再来我为什么说他不试任 因为他每一次都问A答B 那个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凤梨也好 酒孔也好 这些农产品鱼产品也好 我们在讲产地价格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末端市场价格 然后我们讲末端市场价格的时候 他就跟你回到产地价格 他就跟你打迷糊仗 每天跟你鬼扯 然后呢做什么事情除了撒钱就是撒钱 我那时候就在讲 撒钱的话谁不会当我来当也可以 我记得前两个人不要在那边说 干脆我来当农卫会主委 反正只要撒钱谁不会 不是我会撒的比例更多了 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完全不试任 因为我以前那个时候 陈吉松还没有上台之前 那时候他还副主委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他很惨媚 因为他有一次还特别去接林冲贤 那时候林冲贤刚刚上任的时候 他们还特别去接 因为林冲贤那时候从宜兰卸任直接去 他们还特别跑到宜兰去接他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是个惨媚 PLP的人 结果呢 我倒而认为林冲贤才是最烂的主委 结果没想到陈吉松更烂 烂到一塌糊涂 到现在这三年多了 我们多少产业被陈吉松害死 然后请问一下他提出了什么改变的办法 提出了什么可尝隔酒的办法吗 都没有啊 到现在只要遇到我们哪一个农产品 被说不能再出口到大陆去了 或是哪里被哪个国家禁了 他对欧美就是我们回去再检讨 对中国大陆就是政治打压不公平 我要去不排除向WTO申诉 请问一下你申诉到哪里去 到现在一次申诉都没有 你最多只做到关切 像WTO关切而已 你从来没申诉啊 要你们这种废物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北高行 因为我出勤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问我说 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 问我有没有跟你们套招 套什么招啊 不是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一个人烂还需要套招 这有什么好套的啊 觉得烂有什么好套招的啦 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这是经过法院程序的 当然现在北高行的意思是说 他们还是可以上诉 所以中天其实还没有完全赢到几年 那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上诉 那很多人我看今天我在脸书上 我会看到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中天160万拿不拿回来 我跟你讲 大家根本不用去想这件事 你以为中天打这三年的官司 是花了只有160万嘛 对啊 所以我现在已经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了 而是一个是非正义公理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 因为说真的中天自从被关台之后 到现在 那个棋子是160万 1億6千万都不止了啦 我讲实在话 那个损失是天文数字啊 但是至少我们还抓到一点点公里 大新闻大爆挂订阅靠大家 每月功课 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挂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